要 一定要推動自動化 不然他們 其實他們找不到人 所以他們一定要自動化 然後接下來是老闆一定要強勢 因為現在遇到的最大的狀況是 我們要做自動化 那其他部門 一般做operation 他們一定不會想要 他們就覺得他們手動怪很難 他們現在要有一段正通期 所以你知道 就是老闆要 就是可以跟在對方 老闆對幹 那我們才可以能夠 實現這件事情 那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都是有在進步 雖然比我們想像中 雖然 可能外面角度會覺得 還蠻跟他的確受的 大概幾乎 我覺得這樣子 那妳現在哪個場 我現在在二五場 老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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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我老闆 就是一個天高旁邊的一場 對 不是在十二場 就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我們老闆有觀念 就是說 他就很強調 因為我就說他從會場 很多人 所以他五點半就感人笑 他說五點半就會在這邊 對啊 你不是要回家見看小孩嗎 你不是要 你不是要 就是很注重他就說 你幫他 注重家庭吧 對 很棒對不對 有興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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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的 他會看 他沒過 他沒過 等一下是你 對啊 那我換句子 好啊 對 我超 wrath 你還把手機繳出去 他現在有手機可以換啊 換他 你就換台子手機 對啊 跟台頭正常有阿可以 換Facebook算 因為這手機真的很聰明 但是 升上Facebook可 可以啊 可以啊 跟我以前不一樣 可是它不是不能延忘嗎 沒有 它有鎖啦 但是有一些是可以延忘 而是不會跟外面斷聯繫 因為以前的手機是那種 2G手機 完全沒有網路 我看現在才是 這隻 這隻手機 應該是紅的紅色 它可以上衣服嗎 欸是你白骨的 對啊 我會覺得 你看還有那個 那app是有預設的 因為它有限定 但是它是有限定說 你只能下載那幾個 你知道這個 你只能下載那幾個 那是 那是 那沒有下股票的 就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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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那就 那是 請問你怎麼拿一口氣? 可能它會分斷 對,放兩口氣 OK 好,取得好 就貴了 Good Choic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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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好那就是 那我们就接下来 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三场的 The Sessions 那我们第三场的话很高兴 然后欢迎到Sherry 那Sherry其实也是我们 Golan台湾社群的Corganizer 那今天她带来的题目呢 是Register Based Coin Convention For Go Functions 那就掌声欢迎她 喂 喂好 大家好 那么我先 首先先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想到说 你们想要提升你们的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第一个会想到是什么 演算法吗 那么怎么样去提高 你们的演算法 或是说 你们有哪些 是有多余容易的call 是可以移掉的 不过我想说过 语言这个特性 那以Golan这个特性来说 对你们的Performance 到底占了多大的意义 以及它的改善 其实对你们的Application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所以这些人主题呢 其实最主要的核心内容 我觉得是探讨这个 可能你们一般来说 你们在开发程式 或是你们在Compile 就是你们在让应用程式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不过其实Compile演进 对于你们整个 Compile出来 出来最后的结果 其实是 我觉得是 应该是说 整个影响 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 我觉得即使说 诶可能真的在写的时候 没有什么感觉 不过实际上去了解 这些Compile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你们会更了解 构认这个语言 它到底在做什么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哪天有人面试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访问那个主考官 对 就是 我觉得就是了解一些语言的特性 然后其实可以令你这个语言 用得更上手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主题 就是Regist-based calling convention 那一开始呢 就会先介绍说 Calling convention 这到底是什么 所以如果之前 可能没有上过一些计算机 结构 组织之类的 我们会 大概简单的复习一下这部分 那第二个呢 就是讲Regist-based 跟我们Stack-based Calling convention 这两个到底差异到底是差在哪里 那第三个呢 就是来讲说 以GoLang本身 他们为什么 要转变成Regist-based calling convention 会简单带过一下 他们的背挂 以及他们转换的一个阶段 那第四个呢 就是最直接的 我们来比较说 以前旧的Compile 跟他现在的Compile 的Performance 到底有什么的差异 这样子 好 什么是Calling convention呢 就是呢 Calling convention 其实就是ABI ABI就是Binary Interface 可以想像是说 我们常听到的就是 Application Interface嘛 那么Binary跟Binary之间 其实他们也要有 一个Interface做沟通 那其实这个呢 就会 通常我们所谓的ABI 其实会很相依你的运体 比如说你的CPU 那么Calling convention呢 最主要就是 这其中的一部分 那它主要就是说 你两个Function 你要怎么样去传递 你的Parameter 那你的Return的结果 它要怎么回来 因为它不可能就是 想象就是 很抽象的过来 它一定是有记忆体在储存 或是有什么东西储存 那纸 然后才会跳回到那个Function 所以呢Calling convention 最主要是定义这些内容 好 那我们简单看一个 这个刚刚简单看的例子嘛 那比如说我们有两个Function Man 跟CalculatePrice 那么呢Calling convention 第一个就是 你的Parameter 要怎么送到这个 你的Function 你的Colly 我们就叫Colly CollyFunction这边 好你送到这边 它预算回来之后呢 好你的Result 那你的Result存在哪里呢 因为你这样的Result 它可能Jump到这个 再Jump回去到ManFunction之后呢 它Result 它要取回来 那这个值要放在哪里 好 那么呢 有关Calling convention 到底是谁定义的呢 刚刚有提到说 Calling convention 其实是比较偏ABI嘛 那它又相依于硬体 所以呢 通常来说 像我们所谓的CPI Provider X86 还有RiskFind 它们会定义 应该是说 它们提供的GuideLine 因为说 以它们建议的来说 它们CPU有哪些Register 那它们建议你说 你的Calling convention 是该怎么用 因为这样子 有它们的统一的规定的话呢 这样子其它家的Application 或是其他的OS之类的 才可以正常在上面运作 所以呢 OS 像是Linux Windows 它们其实会Follow CPU 那些硬体厂商所定义的Calling convention 去实作这些 那么呢 那对Compile来说呢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Golan 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Calling convention 那么它在 基本上它在不影响 说它这个城市 在最后系统运作的情况之下呢 它可以去定义自己的Calling convention 让它的 自己Application 更方便的沟通 好 那简单来带过一个RiskFind的例子好了 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啊 这边有两个 Register 就是硬体的架构 这边有两个 那这边就会第一说 你的Function的Parameter 是到底要哪 是要放在哪个Register 然后你的Function 还有你的Return Value 要放在哪一个 那就是 透过这样子的简单的GuideLine呢 这样子 你在OS在实作 或是你的App 在实作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你两个Function在Call的时候 到底要把 参数放在哪个位置 那这些参数 如果你说 你不知道原本 不这样放 你放在其他Register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可是要想到说 你的Application或是你的Function 其实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用 你若是别人用的 而到的话呢 它会覆盖掉 它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Follow这个原则 它就会覆盖掉一些资料或什么的 对那通常为了让其他User可以更方便使用 我们还是会Follow这个准则 好刚刚复习简单带过了一下Colin Convention是什么 那Colin Convention其实有很多种实作 也没有说很多种 就是这两种实作方式 一个是RegisterBest 一个是StackBest 那现在来讲说这两个Best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刚刚有讲到RegisterBest 那我们就先来带RegisterBest到底是什么 还有是怎么样实作好了 那可以看到说 这边现在有两个Function 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我们把两个参数传过去 然后夹起来 这样子 那么对要看一下它的UserBinCode 可以看到说 这边Map Compare出的UserBinCode呢 会是这样 这边R R就是Register 对 就这样记就好了 这边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用Register传参数 然后这边也是 看的UserBinCode没关系 反正只要知道说好 它就用Register传参数 对 这是重要的定义 因为我们现在要 其实下一个StackBest到底是 差异在哪里 好 一样的Function 那我们Compare的出来结果是什么呢 诶 可以看到说明显的变得比较长 因为呢 最重要的 可以看到这边 它把Register 它的值啊 存到Register之后呢 Register又要再搬移到Stack 就是 就是 搬移到我们所谓Memory中 那 如果是StackBest 如果是StackBest的CodeConvention 它都会有这个 它都会需要发了这个准则 就是 你要把值放到Register 然后Register再搬到Stack 那 我们再比较说跟刚刚上面 跟刚刚上面的情况 好像比较单纯一点 可是如果到StackBest的时候 它就会需要再多一层的 就是 Stack去辅助它的值 存去 对 所以这是 这两个StackBest 跟RegisterBest 最大的差异 那么目前的CodeConvention呢 每个 每个语言 哦 有 好 那每个语言呢 我们可以看啊 说出来 通常 Compile之类的Language 比如说像C啊 C++啊 Rust啊 或是Java 有JIT的Compile之类的 这些全部回得Lois RegisterBest的 那比如说StackBest呢 大家常用的Python啊 或是Java它是 Interpret的形式的话 它就会是StackBest的 那么 这时候你可能听一听 然后你就会有个疑问 就是 比如说 我们来讲个延伸性的议题好了 好 就是比如说啊 Integer Integer它的Bit是32Bit 假设啦 就是 32Bit 然后呢 我们有64Bit 好 那一般Register就是 64Bit 这样子 好 那假设 你今天存的 比如说你那Structure 特别的大 那Structure 大概有 几吧 嗯 128Bit好了 反正就是 远超乎 过你这个 可以储存的值 那你该怎么办 好 重新讲一个 重新 定义一下问题 就是呢 你的Structure 的值 的 那个Size 圆柄的Register大 该怎么办 好 那 以GoCompile的结果呢 它会是 一部分 FindRegister 一部分 会FindStack 对 所以呢 它还是需要 它需要透过一个 研算法 然后去知道说 你拿的Structure 太大 所以你的上半部分 可能就放在Register 那下半部分 放在Stack 那最主要 那为什么要这样放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的有一些值啊 可能 还是Register 需要从Register 讀会比较快嘛 所以你这时候呢 就会 它会采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定义 当然你也可以想到 否则 它的Compile的设计 其实 就会比较复杂 好 所以呢 好 所以呢 我现在讲的有点快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说 公认为什么要转到 Register Base Coin Conversion呢 那么 可以知道说 它一开始 其实是 Stack Base的 那么 它为什么一开始要设计 Stack Base 我们刚刚讲到 那么 Register Base 它开始这么多优点 那 它一开始 却决定说要Stack Base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 Stack Base的 其实你不用管它的Register是什么 CPU很 就是 比如说 CPU 我刚刚有提到 ARM X86 或者是RiskFly 其实它们Register的 Naming不一样 或是它们所定的 Call Incomvention就是不一样 那你这时候在处理你的 Parameter儲存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因为 你的Algerist 人要知道说 你现在的硬体架构是什么 那你硬体架构 就提供哪些Register Register的数量 又是什么 你要知道这些 制度的时候 你再去 用一些Algerist 然后去知道说 所以你现在要把 到底该把Parameter 放到哪里去 那么 但是如果你是 透过Stack Base的话 就很单纯啊 你只要知道一个Register 去暂存 它的一些资料 或是它的 Address 然后接下来 就把所有的资料 全部搬到Stack就好了 所以这样子 其实 不管是在哪个架构 你可能只需要 知道一个Register 这样就行了 对 那它是大幅的去简化 它设计的难度 那 第二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呢 就是Stack Base 因为 大家知道 比如说Golan 它其实是有train trace 你可以trace到说 你现在的值是哪里啊 你的Parameter 一些数字啊 之类的 不过呢 如果是用过 透过 Urge Base的话 其实你可以知道说 它的 複杂度 其实是会增加的 因为它不像是StackBase的 它的 第一个Stack 应该是说 它在 它把每一个Parameter 都Push到Stack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第一个Parameter 是放在哪里 第二个Parameter 放在哪里 因为你都可以 在Compile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Size是什么 好 如果你现在是画 RagesBase的时候 它就要一个一个去trace 它说 它现在第一个Parameter 它到底是放在Stack 还是它是放在Rages 对 它就会需要这些 这些 嗯 步骤流程 然后更不用说 它如果Size又很大啊 或是什么样子的 对 那其实一开始 使用StackBase的最大好处就是 它的Compile设计 其实是更加的简化 简化了 然后它们在 可能在设计一些 tracing的 一些information 其实也是来说 是比较好设计的 不过呢 它们设计 设计时期 还是会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呢 对 这就会有Performance的问题 因为刚刚我提到说 其实Compile Language 就是如果大家常 会有写C++ 或是C 或是RUS 其实它们都是用RagesBase的 那 在这部分呢 然后GoLens是一个强调 Performance的一个language 那它势必就会面与到这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在 V 应该是说 其实在V 好几版前 应该是说1.1版 1.15的时候 其实就有人一直提出来 就问题 然后它们就想要改善这部分 对 所以呢 它们后来 它们后来 才决定 就说 讨论到好 讨论讨论讨论 讨论到这 所以它在GoL1.17的时候呢 最后release一个 先在一个架构上实作 之后呢 去测试它说 它是不是整能有它的Performance 是有大家提升的 所以呢 重新拉回来 为什么 它一开始要用StateBest 因为呢 比较好使用 对它们 GoCompiler来说 是会比较方便的 好 所以呢 面与到Performance的议题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 Performance的议题到底是什么 对 如果我 记忆议题 讨论到记忆题的话呢 可以知道说 你在SS 因为PCG Regist也比较靠近CPU嘛 所以呢 它其实在SS 那个什么Regist的速度 还是远比你在SS Stack 就是我们所谓的Memories 还要快 那 这是 架构设计 应该是说 就是 它不管是记忆体 本身的设计或是架构设计 其实Regist总 一定会比Stack 还要快 应该说SS 速度啦 所以呢 欸 等一下 所以呢 这就是Regist的 最大的好处 那也是 它们转的 就转过来的最大原因 但是 就像我刚刚一直有提到的 它的缺点是什么 第一个 它要设计一个Algorithm 去定义说 哪些SS Regist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其实在Compile Time的时候 它会去 它会多增加一点时间 因为它 就像它会设计的比较复杂 那再下来呢就是 但是 有刚刚 对 两个都有一起提到 就是它的Design 它就会变成更复杂 那它们可能在测试说 它们的Compile 去验证说它Compile 正确性的时候 就会比较 就是会需要多 比较多流程 这样子 那么 那我们来看现在的 目前的版本 support 採取到底有哪些 1.17呢 就是 X8664 那 1.18 如果你的server 是on-based的话 其实你都1.18之后 它就会全部support 那1.19呢 有risk fine 对 那 目前这 其实如果已经进展到 升到1.19的话 那我觉得都 应该是都可以work 因为已经包含了 已经包含上说主流的CPU 都在里面 对 好 那我们就是来讲 Performance Benchmark 就是一定要来看一下 刚刚讲那么多 好像没有证据 不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Performance Benchmark 好 这一定会想要说 回顾一下 CodingConvention 就是convention 就是function 传递parameter 好 所以这项改善呢 最大 我们要测Performance呢 可以最主要就是看 Face树叶 这是最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递回 我们这边采用大量递回的写法 那它就会call很多function 所以呢它就要传递很多的传输 跟回传很多的参数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 比较知道说 它的Performance影响 到底在哪里 那可以看到 这边是1.17的版本 这边是 就是 我是用arm去跑的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边 可以看到这边都会有 stack 的传递 对 所以呢 就预认说 它在govee.1.1.1 写的时候 确实是stack的 那govee.1.18 就可以看到说 整个compiled single language 其实 简洁很多 跟刚刚可以看到出来 跟现在 诶 它都基本上 都是stack 都是register move 那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这边的 integer的number 应该是说size 其实是 足够放在stack memory的操作 那么 以 face作为来说 它到后面 它都是会有指数型的 function code的成长 所以就发现说 可以看到它越来越到后面 就会 时间就会 拉长得非常 就是 陡峭 对 那这边呢 也是看一看到register space 它其实 因为它的cofunction 还是指数型的成长 所以它一定 还是会 时间会慢慢的 就是上升的 越来越陡峭 不过它好错是它的 因为它少了 一层memory access 所以呢 它的时间 其实是大幅的减少的 那么 这个 performance 我们从go 它的blog 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出来 它们的 在compiled 它们的gove package 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 就是optimization 还有code reduce 诶 那为什么会有binary size的reduce呢 刚刚起 刚刚在看code的 assuming code 可以看到说 你如果是多了一个stack 是用stack base的话呢 会多了一个stack access的 instruction 所以你现在换到register base的话 在它可以接受 情况可以允许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就少一层 manary access的instruction 所以呢 在整体的code size 其实这边也会有下降 所以这是以gove 它们自己本身 它们用自己本身stack 来 应该是说标准的package 去测试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这部分的optimization 那这样的optimization呢 不只是gove 自己本身stack library AWSR又特别针对这部分 发了一个blog 就是说 它们的server在运行的时候 有很明显的感觉到 将近20%的performance的成长 其中 那篇文章下面的最主要的conclusion 就有特别提到说 因为它们的server是跑在64bit 就是on 那刚刚有提到说 go1.18 其实就是support 64bit on 的那个 又就是based code convention 所以它们就说 它们自从换到这个版本 go1.18 对它说 performers其实有蛮大的成长 尤其是你的application 如果是OP design 或是一些大量code function 那 回到我刚刚有讲的 code convention 就是function之间 parameter跟回传值 所以呢 通常这种大量functioncode code的时候 其实就会对performers 有明显的改善 所以它们就有特别提到这一点 对 所以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app 或是 你自己本身在使用的go compile 还没有update的话 那我觉得是时候 该更新一下了 对 有大家的就是 测试之后 测试之后呢 可以知道说 它performance 确实有大幅的改善的 那么 对我相信 对大家在跑 自己的app 或是什么都会 有蛮明显的影响 尤其是 大家常用的是htt server 那其实htt server 其实也有蛮多functioncode 那我相信 其实这时候 也是该进版的时候了 对 好 那这下 那最后呢 就是附上一些reference 让大家看一下 那这边有特别提到说 刚刚有提到AWS blog 这边有特别提到这个文章 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去 就是 够有针对Coin Convention去提到一个proport 那里面有很明确去详细说 那Compiler要怎么design 它目前遇到的challenge是什么 所以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呢 我建议说 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reference 会给你蛮多的启发 那第三个就是 就是如果刚刚讲的Coin Convention 或什么 你可能没有用的概念 没关系 那这边有一些 就是base的concept 那可以让大家去知道说 到底我们刚刚讲的Coin Convention 那这些学生嘛 那这些search base 跟stack base 更详细的 那执行是怎么样执行的 这样子 好那我的分享就再到这边 好 欸哈啰 哈啰 好感谢许儿女的分享 然后不知道在场的各位 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许儿女的 关于今天分享的主题 好 喔真的吗 ok 我想请问 因为你说 如果我们超过 塞进去的Promit 超过RAGIS的大小 那 根据CPU不同的不同大小 所以如果 像我们常用的Strader 它有可能超过大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Bunk 你盡量不要传整个Strader 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也会 对整个效果有用 是有提升的 我其实 您说 欸 您说直接传Pointer 就是过去嘛 对不对 这会牵扯到一个问题 因为你在Pointer的时候 它其实是要在Pointer 它再跳转到 那个Address 那 这边 我们那时候在 测 实验测试 实验上有实际测试说 你那个 记忆体 应该是说你的电脑架构 在进行Merry Coby 这样Coby的行为的时候 说不定比你那个跳转的速度 还要 还要快 对 所以在一些情况 除非你那个Stradure 真的是超级大 那我会建议你用Pointer 去传 不过一般情况下 你可能只是 因为一个Register 你目前来说都是64bit 那你可能只是一个128bit 那我会决定说 你就直接拉到Coby 就好 因为它是会有两个Register 应该是这样讲 一个Register 是64bit 那你是128bit的Stack 它 I'm sorry Stradure 那它就会拿两个Register 所以其实 一般来说 速度还是比你到 用Pointer 来快的 因为你Pointer 要去Asses到Memory 可是你那Stradure 却只要Asses到两个Register 对对对 好 谢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 GC語言 如果老实在 一直都是用 每月的配置 那 就是刚刚 他 刚刚你说 那个Colet 他说 他用Pointer 是因为 这样比较好 可以 这个好像 这个理由好像有点薄弱 就是 因为 好久好久以前 大家都一直在用 甚至也有用PM 如果 你如果 他拖壞 我想 那他 他就已经是 比较適合 这个 所以 这个理由 我听起来是 有点怪力 会不会 Golet 还有其他的研究 他当初设计 叫什么 这一场 你要用StackBase 他们一开始 最主要的 想法是说 他们希望能够支援 盡可能的跨平台 執行 Compile執行 所以我觉得这是 比较大的差异 就是 因为他们如果是 以这个想法出发的话 其实StackBase 对他们来说 是最好设计Compile的 所以他们不用去考虑到 很多硬体设计架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 Golet 其实是有很多 包含像什么 Tracing的功能 就是 而且还有Stack 它Stack会成长 就是如果你的 它不像是C C的那个LocalStack 如果你到达 你设计的标准 譬如说8K好了 它就会直接 就是跳出去 跟你说Error 这是它问题 那 Gol的话 你可能限定 它一开始初始限定 是在2K 可是呢 如果你超过2K的时候 它是会帮你自动增长 再往上增长的 让你的那程式 是不会因此而跳出Error 那有这些 它有这些特性的弹性的话 那势必 它在设计Register Base的时候 其实就会相对上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会 它需要知道说 它的Parameter 它需要去控管它Parameter Size 或是什么的 那这对话来说 其实是 会是 因为是说 它有这边有特别有提到说 它其实它在 整个设计上 其实是更复杂的一些 但它们可能 在初期的时候 它们会需要说 可能 快速迭代 或是什么 它们需要稳定的去稳定 说这Compile 是可以正确ROOC的情况之下 它们 因此它们去选择 用StackBase的设计 感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如果没有话 那我们高兰分享的时候 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午早话 会从下午12点半开始